西部大開發 沒有人才沒有資源 我們就動員了技工 回去幫助國家建設 國家有什麼需要 而我們能夠力所能及的 做一些貢獻 西部大開發 是中央政府開發 中國西部的國家戰力 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江澤民提出 旨在通過政策傾斜和財政投入 縮世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 提升其綜合經濟實力 2001年3月 中央政府發表第10個5年計劃報告 正式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具體部署 希望西部地區在基礎建設推進 生態環境強化 政策傾斜 和平衡區域經濟發展上 發揮經濟 社會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功能 2013年 中央政府提出一帶一路長野 期望能夠拉近東西部的差距 達至均衡發展 為了配合國家西部大開發計劃 共聯會在2001年 聯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專業進修高等學院 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 和京港人才交流中心 發起西部開發人才支援計劃 匯集香港專業人才到西部各省市 針對實際需要 為當地人員傳授專業知識和經驗 例如英語教學 市場銷售 金融財務和城市規劃等 為加快西部開發盡一分力量 今集過程 港城 工會程 我們有請 工聯會前副理事長 西部開發人才支援計劃 香港籌劃組召集人譚耀宗 和前副會長梁富華 為我們分享當年參與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情況 由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 西部地區讓他們落下 我們就響應這個號召 去籌錢回來 找到一些西部的城市 內地叫做外國專家局 他屬下有一個專業做人才交流 由他們幫忙去了解 西部的省份有什麼事 了解之後 我們就安排人員 跟他們去做交流 西部開發人才支援計劃 香港籌劃組召集人譚耀宗就說 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建設 確實需要不少人才來支持 但是內地西部地區 卻缺乏這方面的人才 要講課課 講課書 就搞英文 因為改革開學之後 都很需要學英文 英文在內地都是 私資比較權 所以我們就想到派人上去 培訓英文老師 帶上教材來的 大批老師在暑假的時候 長假期就上去 比較偏僻的地方 有些比較偏僻的 失金縮的地方 教育文化 單買的教材 效果都不錯 那裏那些老師就很熱情 如是者 我們都做了很多年 去到當時是這樣 每一個義工 那些都是義工 他們根據他的假期的長短 有些就用來去教兩個禮拜英文 有些就是我去教一個禮拜的 銀行的金融活動 或者保險的活動 就按照分了去不同的 金肅省不同的地方的市 或者鄉的那些單位 來我這裏教英文 我就遷了幾個人走 何時又要送他回來 又回到香港 義工支援西部開發計劃 就只是負責來源的機票 和買保險 那就沒有人工的 當地的政府就負責 招待他們吃和住 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我們配合到國家的開放 不同的步驟 不同的部署 西部大開發的範圍 包括陝西 甘肅 寧夏 青海 新疆 四川 重慶 雲南 貴州 西藏 廣西 內蒙古 等12個省 市自區 和直轄市 總體規劃可按五十言 劃分為三個階段 奠定基礎階段 加速發展階段 全面推進現代化階段 共聯會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工會團體 一直擔當外國外港力量的主力軍 秉承敢為天下先的精神 積極投身國家改革開放新精程 走准國家所需 貢獻香港所長 國家的改革開放有一個順序 有一個策略性 有一個不同地域的部署 最早期就是四個特區 特區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是東部沿海那十四個城市 又進一步開放 之後國家就提出西部大開發 即是那裡就對港人稀 經濟落後 變成這樣的情況 中央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計劃 當年來共聯會一直貫徹愛國 團結 權益 福利 參與的方針 積極維護勞工權益 推動改善民生 愛國主義的精神 深深地藉在每位工聯人的心中 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燃旅 為祖國發展繁榮而自強不惜 不懈奮鬥 愛國是記錯國家有什麼需要 而我們能力所能及做一些貢獻 即是能力所能及去得到的 容易聯絡接觸的 我們都會去搞 總體來說 我們這個所謂貴國的精神 應該是無限伸展的 面對